在社区、街道、学校、医院等场所 智能垃圾站的出现正在帮助人们更加精准的垃圾分类 保护环境 当我们不清楚有些垃圾如何分类的时候 在智能垃圾站的触控屏幕上就能通过网络搜索垃圾门类 从而准确地对垃圾进行分类投放 小青小青 电池是什么垃圾 有害垃圾 谢谢你举手之鞭 这台智能垃圾站基于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 可以对垃圾分类进行智能化精细管理 通过平台管理实现综合、完善、高效的垃圾头发回收及利用 同时,这台智能垃圾站还实行全天候监控 实现了人、事、物的高效追踪和管理 最大限度地实现可回收垃圾的再利用 这台智能垃圾站主体框架顶部安装有太阳能照明装置 使其更加节能环保 还为其搭载的智能杀毒灭菌、自动灭营纹等系统提供了清洁能源 它的垃圾桶放置柜还具有人体感应、自动开盖、智能定时清洗 垃圾存量检测和状态指示灯等功能 进一步方便人们的使用 那么这台智能垃圾站的智能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就是它的智能管理系统 让管理人员通过管理平台可查看管辖区域内设备的运行状态 实时查看垃圾站垃圾存量状态 实现资源统一调配 为环卫工作提供更有力的数据支撑 实现人员和车辆的统筹安排 管理人员还可接收到来自智能垃圾站的报警 温湿度警告、铜满等不同级别的消息推送 更加方便了管理 垃圾分类时要垃圾矫整自己的家 智能垃圾站的出现不仅方便了我们对垃圾的处理 对于垃圾分类创造美好生活环境 也能起到进一步的促进作用 将来更多智能垃圾处理设施的应用 也一定能为我们创造人本、和谐、绿色的公共环境 带来更大助力